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世事真是變幻無常 在50年前 美國和越南打生打死 又有誰會猜得到 來到今時今日 兩個國家會為了共同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 而兵釋前嫌走回一起 所以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真是沒有所謂永遠的敵人或者永遠的朋友 而只有利益才是永恆的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美國軍控代表馬歇爾 上星期到訪了越南 會見了越南的主要官員 在會上雙方談及到 有關中國海洋擴張的問題 和中國核武器庫不斷擴大的問題 今次這位馬歇爾代表訪問越南 目的很簡單 就是要借助越南的勢力 來制衡中國 務求做到南海地區的勢力平衡 為何美國今次會上中越南合作 主要有兩點 第一 看中了越南近年的國際優勢 在今年 越南就成為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 非常任理事國 同時也擔任東盟的輪任主席國 而東盟在越南的帶領之下 對華態度越趨強硬 包括在早前發表了一份聲明 說明要維護南海的 和平 和航行的自由 正是這篇聲明已經體現得到 越南對其他東盟國家 發揮影響力 除此之外 其實越南共產黨和朝鮮勞動黨 亦保持緊密聯繫 其實全世界不是有很多國家 可以和朝鮮保持有好溝通關係 除了中共之外 越共就是第二個 現在特朗普政府 亦很想 和朝鮮尋求一個和解 所以 越南在這方面絕對是幫得到手 第二個因素是什麼 就是越南本身和中國 在南海都有著主權爭議 而且越南對於中國近年的影響力 不斷擴張 實在感到焦慮和不安 美國就是看中了這兩個因素 所以就和越南展開了更緊密的合作 而越南領導人也提到 期待更多的美國高級官員 可以到越南進行訪問 實際上美國對越南的軍售禁令 早在2016年的時候 就已經撤銷了 後來美國更加知道 對越南 售賣過一隻海警船 當然那些是非常輕便的東西 這些事件也反映得到 真是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以往就打頑猛 現在卻要圍著一個 叫做共同的敵人 來走在一起 然後再看看台灣方面的消息 國民黨立法黨團 向立法院提交了兩項決議案 分別就是政府應請求美國 協助台灣抵抗中共 以及與美國復交 這兩項的公決案 就在朝野都沒有異議的情況下 獲得了一致的通過 那到底國民黨方面的論述是什麼 他們就說蔡英文政府 應該積極地遊說 美國政府依照台灣關係法的精神 一旦中共有明顯危及台灣人民安全 和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在台灣政府的請求之下 就將中共的舉動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 和平和安定的威脅 並且就以經濟外交和安全防衛等方式 協助台灣抵抗 其實就等同於告訴美國 若然真的搞不定的時候 一旦發生軍事衝突的時候 台灣方面就希望頂得到美國前例救援 至於說和美國復交的公決案又怎樣呢 裏面就提到 說在台美關係突飛猛進之際 政府就應該以美國和中華民國回復邦交作為對美的外交目標 並且積極地去推動 其實國民黨今次提出這兩項的公決案 都挺令人跌眼鏡和差異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 國民黨已經和共產黨過重甚密 為何會提出這些議案呢 實際第一件事 就是要為著央視的求和率來止血 之前大陸就邀請國民黨 以王金平前院長帶領下 前往大陸進行訪問 後來就被央視傳釋為國民黨向共產黨求和 於是乎 就整班人都去不成了 其實這件事就算在台灣島內 所引來的爭議都非常之大 有不少人都認為國民黨是不應該出席 對岸邀請他去的場合 現在國民黨提出這兩項的公決案 正好就是為這件事 所帶出來的發酵是止血 以及就是 可以洗察到當日的嫌疑 另外一件事就是 這個決議案就等同於駁斥了馬英九的 首戰職中戰論 馬英九的說法就是 台灣不夠打的了 一打就最後一局了 當然他這樣說話就被很多人批評他 是等同於掌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一天沒打過一天都不知道輸贏 所以現在國民黨這個提案 就等同於向馬英九打臉和割蓆 另外這個提案也是跟中共保持了距離 因為現在已經到了2020年尾 距離下一次的九合一選舉 就只剩下兩年 若然現在還跟中共站得那麼近 分分鐘就會令到下次的選舉 會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 而且 上次 馮穗帆接受了國民黨的邀請 去出席他們的 座談會 在會上 馮穗帆都對他們當頭棒喝 就叫他們弄清楚 國民黨究竟是應該要做些什麼 現在似乎他們就暫時醒了 不知道是不是被馮穗帆喝完之後 啊 實情我們上一節就說到 大陸就說提倡那個什麼考古工廠 這件事就證明得到 大陸方面 絕對不是什麼無的放置 因為現在連國民黨都說要推動美台復交 國民黨團怎麼說呢 說要維持兩岸和平 推動美台關係正常化 以及恢復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邦交 這個就說得很清楚是中華民國 即是說 中華民國這副招牌 仍然是很有價值 因為中華民國 直至去到七十年代 都仍然是安理會的其中一個國家 後來就是 在美國的 支持和推動下才由中共 取代了這個席位 所以大陸借著提倡考古工作的重要性來 強調法統 一點都不奇怪 好了 接著我們再看看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聽到國民黨提案 嘩 似乎就激到生蝦跳 猛按在微博上叫囂 而且還說人家的立委吃錯藥 胡錫進就說 國民黨這波立委都是吃錯藥的 他們墮落 屎繪化 為了擺脫在島內的政治被動 飲得他們做什麼都行 沒有出息 實情有沒有出息 就是由台灣人民來投票決定 胡錫進就沒有票 不過你可以在網上放屁 他說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破落到這副德性 未來的兩岸和平和國家統一 都不用指望他們 也好 這批政客的變節 使得大陸社會更加看清楚 島內在發生什麼 在朝著哪個方向走 他說國民黨這班立委變節 實際上 他說這句話是有問題的 究竟國民黨那些立委 是為人民服務還是人民幣服務 如果他們所提出的東西 是對於台灣人民整體利益著想 有什麼問題呢 甚至乎 民進黨都支持這個 議案 否則就不會一致通過 至於胡錫進所說的變節 其實就是流露出 在他的思維模式當中 凡有國民黨員和大陸方面 進行交流 或者是進行接觸的時候 就等同於 已經向中共交了心 是向中共效忠 否則胡錫進就斷言 不會用到變節這個詞彙 他還說到 說我們決定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唯有充分做好軍事鬥爭的準備 要隨時能夠被台獨 予以決定性的懲罰 他說這句話也是搞事的 明明他在罵國民黨的 然後他又拿台獨這頂帽子出來 國民黨由頭到尾都是反對台獨的 國民黨現在提倡他們的中華民國 根本上就是跟台獨 完全兩馬子無關的事 台獨就是民進黨提倡的 國民黨一直都是反台獨的 他們就提倡台灣是中華民國 只不過現在人家不再騷你 不再騷你和你走遠了 你馬上又說這個又台獨那個又台獨 現在連中華民國和國民黨都是台獨 隨便握帽子給別人 就像大條道理一樣 就可以做什麼都行 笑死台灣人了老胡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